我們來分享一下有關於七騎士2的寵物系統 那他的寵物是有可以放技能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寵物按鈕可以按 但他的CD時間是100多秒 那按了有什麼功能呢給大家看一下 按了之後呢在上面這裡 他的CD時間是180秒 然後全體隊員生命回復20%再加3000 然後你如果是白色的話更廢 加10%再加1000而已 所以補很少 所以你如果隊伍快掛的時候呢你要記得趕快按 那他每一個上面這個都是一樣 都是全體隊員回復生命再加XXX數字 所以你如果寵物越好的話就嚇死人了 像這一個 你看他是全體隊員回復50%再加9000 然後透過生命回復還可以復活死掉的人 死掉的那個隊友你就知道這有多好用 那下面這一些就所謂的 每一隻寵物的特性 例如說有的是攻擊型的有的是輔助型的 有的是防禦型的 有的是防禦型的 所以會在下面這裡會有所不同 但是基本上前面這些是差不多的 什麼加防加生命加 你看這是 這是那個圈LL就是攻擊力 然後這個是圈 然後再一個一根 然後再一個L 這是防禦力 然後這圈圈L這個是生命力 所以這基本上就是差別差不多 這裡都差不多 但是下面這裡是有差的 例如說這裡是加 加那個回復率 然後減少CD時間 那這一個的話 他是 技能冷卻時間跟傷害提高的 那這一隻是 我看一下這一隻 這一隻是防禦力提高15% 然後 然後 阻斷效果 這個我就不知道它什麼意思 什麼叫阻斷效果 那這一隻呢 這一隻是暴擊率加29% 這一隻是攻擊率加15% 然後上面這個是 一樣 恢復死掉的盟友 45%的血量 所以這些 是有分的 每一隻寵物他有他的特性 那如果我現在拿的這一隻是 封鎖機率 該不會 喔 格檔機率提高 一點點而已 這沒什麼用 所以你如果抽到紅蟲 你就 一步登天的概念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大致上有哪一些紅蟲 我們一路看回來好了 我們看比較高端 技能冷卻時間的 然後這一個是 傷害提高跟技能冷卻時間 那這一隻是防禦力提高的 然後這隻 然後這隻攻擊力加15% 暴擊力加29% 那上面這都一樣 補血跟恢復死去盟友 那這一隻是 攻擊力提高11% 暴擊力提高21% 我看下面這兩個 這兩個會有所不同 這是防禦力提高11% 然後抗性提高11% 這一個的話 攻擊力提高11% 然後傷害再增傷21% 傷害提高21% 技能冷卻 減少時間11% 那這一隻是 防禦力提高11% 傷害 增加21% 所以這有的是防禦力的 這隻應該是傷害型的 傷害21% 然後連續攻擊增加 持續攻擊機率提高 是什麼意思 持續攻擊的機率 這我不太懂 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 這一個是格檔21% 這個增加格檔 應該是坦直吧 坦直搭配這個 可能會更猛喔 我不知道這能不能套用全隊效果 應該是可以 那這一個是暴傷提高 暴率提高 喔這個很猛耶 這傷害超強 那其他藍寵的部分 他就只有一條屬性而已 他就只有暴傷 我來看這個白絲包 這是怎樣 這是防禦力提高 連續攻擊可能增加 連續攻擊的機率增加13% 所以藍色寵物就只有多一條而已 那我看這隻貓是怎樣 無線塔的攻擊力和防禦力增加 所以他竟然還有副本之分耶 他這隻機器女呢 傷害提升13% 這一隻是無線塔的增加耶 恢復率提高13% 大致上是這樣子的 那我就不再一一的念 因為反正紅寵給大家看完 藍寵就是只有一條而已 那大致上他第一波改版的 沒有改版的 第一波上市的寵物就是這一些喔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他綠寵還蠻好抽的 所以你們可以去抽喔 那這個等一下我來抽一張給大家看 香菇人 這就很廢啊 還有全石耶 抽的話在Store這裡喔 然後找這一個女的 他有分寵物 然後裝備 抽英雄這樣子 那我來抽一個寵物給大家看 哇 看起來是沒什麼用喔 那目前因為寵物太少了 所以寵物合成好像 還沒辦法做 我來和看看啊 他有一個寵物介面有合成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三個按鈕分別是什麼意思啊 一個是寵物召喚 一個是寵物圖鑑 寵物圖鑑的收集率喔 收集完成之後會增加一些 效果爆擊率啊 傷害啊 還有這一個是 技能冷卻時間之類的 所以你有寵物收集效果 那這個是寵物合成喔 來和給大家看 來和下去喔 喔 他只是轉換而已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 特別變成綠色 所以這是他的寵物合成 大致上是這樣 那主要還是要拚抽出來啦 目前看到的是 只有拚那個抽出來就對了 你抽出紅寵 你就登天了 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在隊伍編列這裡 你就會把它放進去 這個地方啊 像我們把 點這一個 然後把它放進去 這樣子直接加五千讚 差很多喔 那這個就是 Support的上架 遊戲上架 他的寵物內容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好嗎